与整个世界生死与过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重灵 恐怕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 就是对于利塔洛斯威斯而言 游刃有余从来不是挑战 而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尽到的意义 感受来自星辰的温度吧 缭乱星级是机械属性火焰元素伤害角色 它可以在进入星凯状态后 使用蓄力攻击造成大量伤害 缭乱星级拥有星能 普通形态下星能会自动回复 此状态下 普通攻击造成火焰元素伤害 并会额外回复星能 当星能充满时 长按攻击键可释放蓄力攻击 星焰始动 进入星凯状态 挥出幻渊龙卷造成火焰元素伤害 星凯状态下 星能将会持续减少 减至零点或离场时 将退出星凯状态 普通攻击在星凯状态下将获得强化 但不再回复星能 第四级命中后将点燃敌人 星凯状态下可以再次释放蓄力攻击 星焰激动 挥出强化幻渊龙卷 在场上存在强化幻渊龙卷时 若缭乱星凯仍处于星凯状态 还可以继续释放更强的蓄力攻击 星焰薄发 造成大量火焰元素伤害 释放后退出星凯状态 并清空性能 星凯状态下的普通攻击 将会添加要变星凯 每集使星焰薄发附加额外伤害 极限闪避技能发动时 触发全局时空断裂 极限闪避成功后 可直接衔接普攻第三机 当敌人被点燃或浮空时 可触发缭乱星凯QTE技能 触发全局时空断裂 并造成火焰元素伤害 群星 汇聚于此 剑间与星芒何其相似 在落入敌人眼中时 他们会误以为 这是一种优雅的幻觉 运用圣剑之力 缭乱星凯立即回复一定星能 并进入星凯状态 造成大量火焰元素伤害 并在避杀剑结束后 生成强化幻渊龙卷 释放避杀剑后 直接获得满级药变星凯 实战中 母夜苦爱释放避杀剑后 云莫丹心出场开启避杀剑 随后缭乱星凯入场 释放蓄力攻击 进入星凯状态 并再次释放蓄力 之后打出一套普攻 并释放蓄力星焰薄发 随后释放必杀剑 并再次释放星焰薄发 在往事乐土玩法中 开局首先选择风鸟的祝福 获得伤害与循环能力 在后续挑战中 优先王阵的祝福 增强循环 驻战角色 可以选择女武神战车 及云莫丹心 提供巨怪与增伤效果 战斗开始时 释放蓄力进入星凯状态 打出普攻三连击后 再次释放蓄力 之后继续打出三次普攻后 释放蓄力星焰薄发 随后开启必杀剑 再进行一次普攻三连击后 释放蓄力 完成一次循环 群星为何在我们眼中 会呈现出极次一般的形状 很多人曾在心中这样发问 如果一定要对此加以解释 那么这种栽种于天际的玫瑰 其存在正是为了刺破暗空